OK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obile01 我是運動版編輯 我是Maurice 看到我就知道 今天就是我們 新奇異的小惡魔球聚日 你看我今天穿的球衣 是我新中偶像 Kevin Garnett的球衣 他當然是在賽的敵克隊 可是 拿下總冠軍的時候眼淚都流失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球衣日 我們可以看一下場上 他們穿的球衣 你看 有手槍 對不對 有蘇豪 還有場上還有Tim Duncan 還有Curry 還有Wade 還有Coby Bryant 我們旁邊還有很多的球衣 就是大家都是穿著自己喜歡的球衣來到現場 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也歡迎大家在月初的時候 可以加入我們的這個小惡魔球衣日 話不多說 我今天呢 也要為大家來這個介紹這個 開箱新球鞋 大家看到這個外面寫Boost的愛里達的球鞋 應該就知道說裡面是什麼 沒錯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開箱的就是 D-Rose的第八套球鞋 OK D-Rose吧 OK 那我們一樣 先給大家抽抽看一下 這一次我拿到的是黑色金色的版本 那我現場一樣會找來這個版友們進行開箱 就是訪問他們第一看到這個球鞋的印象 還有這個整體的這個 這個感覺是什麼 好不好 首先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一邊走一邊聊 這個D-Rose8 它依然還是拳腳掌的這個Boost的那個避震 然後它的鞋面的這個透視網布啊 更為耐用 而且它的大底是使用更耐磨的橡膠 其實還蠻帥耶 我剛剛看到的時候我覺得還蠻不錯 因為現在今年啊 這個克里夫蘭 騎士隊 所以算戰績還需要提升 但是其實D-Rose7個人的這個整體的發揮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馬上來請來 林書豪好不好 黃蜂隊的林書豪 來 書豪 書豪來 書豪 一樣啦 也是我們這個老伴友 好不好 我們有沒有說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說過有沒有看過 沒有沒有沒有 D-Rose8好不好 雖然架上已經有在賣了 但是我們還是像今天就是給大家直接看 那直接看的話我等一下也會直接上場給大家試測 好不好 那就交給你 直接看 成不成 不成耶 其實不成喔 好看到 這個的話就是 黑金版本 來來我幫你拿些 你可以分享一下 然後給鏡頭看一下 照一下這個感覺 它基本上就是真的就是黑金的 黑金是黑色 對 而且它重點你看它的全腳掌一樣是延續就是 全腳掌的Boost 所以它其實腳掌應該算是比較Q 你可以分享一下它的重量 或是你自己看起來你覺得它哪邊很特別 這個是 這個是Ultra Boost的那個Boost 對 就是他們現在有把它運用在籃球鞋上面 對啊 因為我記得那個 Lila的它就不是用Ultra Boost 對Lana的不是 Lana的是另外一種科技叫 我們叫做 那個Bounce Bounce 所以它這個是新的科技 不是新的科技 就是其實它已經是沿用在這個球鞋上一段時間了 對 Rose一樣 它還蠻喜歡這種腳掌 OK 你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個印象看到這個鞋 它是真的還蠻輕的 滿輕的 因為現在其實都是做輕的 對 然後再來它這個膠底 對 是不是比較薄一點 比較薄一點 而且更為耐用 因為它顯得材質比較算是耐用 這邊的反衝還蠻大一塊 對啊它這邊有一個TPU貼條 就是為了在場上有一個支撐的作用 喔 而且它是高筒的 比較不容易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它其實後面腳跟的部分 還蠻特別的 可以照一下 它這邊就是其實做一個加厚的一個設計 就是所以人家一定的阿基里斯鍵 就是後跟的部分 就是可以提供還蠻完整的保護 這個聽起來Rose多外需要 對 它真的是需要啦 就是畢竟你也知道 身體就一個 我們一代同樣是祝福Rose 能夠在這一季能夠 有一個好的表現 對對對 感覺還不錯 因為你看它這邊招牌的這個 它的LOGO啦 還蠻明顯 整個感覺還蠻 算是奢華的感覺 低調中帶有一點奢華 下面也是阿 它這個故意做在裡面還蠻低調 還蠻低調 你看它頂是金的耶 就看得出來在反光 對不對 可以照鏡子 可以照鏡子 梳個頭髮感覺還不錯 好 所以其實你感覺還不錯 對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 有機會的話也可以試試看 好不好 我們來 那我們就接下來再給第二位網友看 好不好 感謝你 你今天就已經穿梳豪的球衣 可以介紹一下 你喜歡梳豪嗎 這是梳豪 應該 發極氣達氣啦 對啊我想說台灣人應該都還蠻支持他的 是 雖然今年第一場就 對 就是庇護手的啦 對啊對啊 希望他明年 可以再 趕快恢復 回來回來場上 他也是在敵達 剛好呼應今天的主題 沒錯 謝謝你 謝謝梳豪 我們謝謝梳豪 我們希望可以找一位 來來來來 穿Kevin Durand 好不好 Kevin Durand 哈囉 你今天穿的是Kevin Durand 短袖版的球衣 沒有錯 帥帥帥 喜歡Durand 其實是 沒有別人的 沒有 是我理解 我理解 好沒關係 欸那你剛剛也看到了嗎 那你就直接分享一下 好不好 好啊好啊 你就可以看一下 他的感覺 他的重量 跟 你有沒有剛剛他沒有遲到的地方 或是你剛剛有注意到 這個一拿真的 一拿第一時間真的是覺得 他真的 就像剛剛那位朋友 蘇豪說的 蘇豪 真的很輕 真的很輕 而且他這個底 你看他這個 這個設計 我是沒有穿過啦 不過感覺這個應該 在場上的抓地力 感覺是不錯 而且 我這樣子是手 純粹在那邊推 感覺跟一般的鞋組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喔 對 然後裡面的部分 我目前看起來 他不太像現在 有一些愛迪達 像是Lila的一些系列的鞋 他喜歡做那種鞋套 然後裡面的部分 哦 襪套式的設計 對對對 襪套式的設計 他是沒有 他是正常的這種鞋契式 對 可是你摸他這裡面的這個內襯 他也是有一定的那個厚度跟支撐 對對對 他這次其實還蠻特別強 他的後跟的部分有做加強 對啊 所以等一下 我等一下應該會 穿上看的時候 會特別感受一下後面的部分 OK 其實捏起來真的是還蠻厚的 這個真的很厚 他表面會很硬 我覺得還好耶 而且他表面的這個 材質的這個感覺 都是用那種透氣網 他這種透氣網布真的是 摸起來算粗糙 那他既然粗糙的話 就表示他的耐用度 應該是有提升的 對 而且你看他是很大面積的 用這種透氣網布 一直延伸到斜舌的部分 對 好喔 那非常感謝 所以你看到這雙鞋 你覺得 有沒有顛覆你對 就是以前早期的時候 愛迪達球姐的想法 欸沒有耶 其實 過去幾年 其實過去從高中一直到前幾年 我就還是比較偏N牌 對阿 但是愛迪達我覺得這兩年 他真的在這方面蠻用心的 有很多突破性的設計 OK 對 我自己也收藏了幾個 可以試試看 對對對 好 感謝你 那我們也同樣為KT加油 加油加油 勇士隊加油 對 Rose加油 那我們看一下 那我現在馬上就來試穿了 那就是 來看一下這個現在場上的時間剩幾分鐘 來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可以照一下球場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阿 就是每週一晚上的8點半到10點半的時間 我們可以提供一個球場給大家打球 那大家就是在這邊打球 就是五球會有 就打得開心 我覺得就是很棒 你看大家都穿得自己喜歡的NBA球衣 剩下3分45秒 剩3分45秒喔 在我講完的時候 大概也剩下3分半 好 我們來馬上趁這個怪風轉身 好球 各種推進 一個各種轉身阿 對阿 好我馬上就要來試穿 OK 來看我的試穿 來勒 登登 好我馬上就來這邊試穿 OK 也可以看我腳上這張 其實就是 剛剛那位王友他說的啦 這張就是Lanner的 第四代 他其實腳感也蠻不錯的 那我個人也是蠻喜歡他這種 比較有彈性阿 然後他的主領也是襪套式的設計 對啊 其實我個人也蠻喜歡的 可是今天重點不是他 今天重點就是我們的 D-Rose 8 OK 馬上來穿看看 這蠻帥的耶 這蠻帥的喔 對啊 你自己 你覺得這種高筒有帥性 對啊 他會很難套進去嗎 其實他套進去還蠻方便耶 因為其實我剛剛 我沒有特別把他的鞋帶鬆開 然後我直接套進去的時候 我發現他其實只要稍微的 拉一拉就可以 馬上手進去 可是其實 很多人說阿 就是Rose的這個鞋帶的部分 會容易鬆脫 嗯 那我想說等一下就來試試看 對啊 到底會容易鬆脫 可是綁個兩次 綁個兩次好了 而且 其實有專家阿 有告訴我們阿 就是 怎麼樣面對就是 鞋帶容易掉 那其實鞋帶容易掉的話就是 你把這個 鞋帶的這個交接素阿 塗一點水 或是 就是 塗一點水或是 讓他有點濕濕 讓他的形狀可以黏 你看我這樣套起來其實 我算OK 那我為什麼會 站起來套 是因為我 口袋有手機阿 好不好 我口袋有手機 好你看 其實他的這個鞋帶的這種材質阿 拉起來就是 一拉馬上就竖緊 這個感覺我還蠻喜歡 可是我還是綁個兩次 欸剩一分鐘囉 好 綁完之後 我們一分鐘之後 就要馬上上場 起來太差了 來看一下比例好不好 看一下比例 拉遠一點看一下比例 來來來 你看 你看 感覺其實是蠻帥的 對不對 是蠻帥的耶 看起來有比比較高嗎 有阿蠻高的 真高的感覺 而且黑色的看起來 整個人蠻長的 蠻長的 還是你本來就很高 你到底多高阿 我187阿 我身高187 我的體重84 就是 微肉的這個身型阿 那我覺得穿起來感覺還不錯 你可以拍你近靠 從腳那邊往上帶 好不好 來一下來一下 好 多了多了多了 多了多了多了 好 重點是你看他穿起來感覺其實沒有讓腳看起來很胖 對 有阿就我覺得其實踩起來還蠻Q的 因為他這邊有一種 往上縮的感覺 就這邊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 這邊其實真的有感覺就是被保護的感覺 你有看到嗎 他其實就是貼著我的 這個 什麼縫的部分 他這樣貼還蠻好的 對啊 感覺還不錯喔 還不錯阿 對啊 可是就是跑起來的時候不知道會不會有那種包覆感 有時候可能在跑的時候那個包覆感就不見 所以等一下還是要實戰後才到 那他內襯的這個 這邊的材質會不會 很磨腳阿 因為我看你沒有穿長襪 對 我今天其實算是故意不穿長襪 因為我在想阿 我那時候看他裡面的這個材質有加厚 那我就在想他版型會不會是比較偏小 所以我就不敢穿太厚的這種襪子 可是我裡面的話還是 就是 是著用運動襪 就是是短 懷襪的運動襪 嗯 最後10秒囉 那他足弓的部分會 太高嗎 會不會太硬 他足弓的部分其實沒有做特別往上行 你看時間到了對不對 時間到了喔 Over 好 他的足弓的部分我覺得其實就是他 因為你看他這邊其實算軟 然後你看他不實的就剛好到最後 所以他其實沒有 特別咬上來你知道嗎 因為特別咬上來的話 這邊會有點太硬 他的感覺讓我覺得就是真的還蠻Q的 而且你看不實的感覺踩起來感覺 真的還蠻Q的 那扁平族的朋友適合這雙鞋嗎 我就可以試試看 你是不是有扁平族 我記得你有扁平族 我扁平族啊 那你下次可以試試看 好我馬上就要上去喔 好 那各位直播房子們 我上去打 10分鐘後下來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Morris 上場的表現 繼續直播喔 繼續直播喔 好 好啦 我上場隊友的手槍比 還有我們Stayvick 舒豪 舒豪是敵對 陣容也是蠻齊全的阿 開始 沒錯 那邊有兩個 計時要四分鐘喔 好 開始 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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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口袋要收了 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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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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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多幫忙那個人出口 要替人收一下喔 好 收 來一分 好 好 好 多摯不重要的 多摯不重要的 出位最重要 來來來 要出來 回來 後路的後面 啦 招 好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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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強度算是輕鬆型的 好球喔 落石來了 危險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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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25 外線 有了 差一點 沒有很球 手喔 又多喔 有了 好回房回房 其實我覺得跳投完下來的主感還不錯 跳投完的感覺也算蠻Q 雖然沒有進 好像無所謂 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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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發佈那個征戰的訓練 如果想要來打球 就來運動滿流言吧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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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趕快來了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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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手來了 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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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從手槍彼得傳給Compid Ryan 我們有一個跨世代 好球 這麼高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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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 來喔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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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心 小心 手一個 手一個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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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偷看啦 手一個 手一個 前面 哪一招 可惜啊 如果可以直接截起來了 我怕會碰 先穿裝裝裝裝 要走 準備 穿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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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彈進去 穿穿 穿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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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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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動了 這圈 這裡圈 快動了 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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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們把鏡頭拉回我們的外頭 綜合的鞋桿 來你發問 好 你切進去的時候支撐度如何 支撐度我覺得他前腳膽其實算滿Q的 然後前方滿Q的狀況下 其實我剛原本在騎的時候想說會不會把我的力道吸走 可是他其實側邊的時候前側 前腳膽外側其實給我還滿不錯的一個支撐 後面也是 而且他其實後面這個整個很厚實的部分 他沒有把那個 沒有把那個什麼 重量拉中 所以整體鞋桿我覺得算很輕 是真的還滿輕的 那因為他這樣子厚 他這樣支撐度旁邊算有嘛對不對 對啊因為他滿高桶的 那他這樣子會不會有點限制那種 橫向的移動的靈活度呢 其實因為他這邊算厚歸厚 但是他其實就是你看他其實是可以捏的 他其實算是一個厚實 但是還算是輕 你看他甚至還可以彎 對啊所以他其實就是 算滿有彈性 對彈性還滿好的 對啊所以他其實我剛在切的時候 你看我降壓的時候其實 整體的感覺都還不錯 對啊而且他其實沒有吸走太多的那個 反彈力量 所以跳起來的感覺我也覺得沒有 因為因此被往下拉 然後有太重的感覺 對啊 整體來講我覺得還不錯耶 對啊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自己其實也有 就是D-Road從四代四點五然後再到那個六代 六代我也有 那中間七代沒有 那可是我就覺得說這幾代的感覺就是 像是四代其實就是也沒有boost的嘛 然後中間呢有前腳掌 到後面的這幾代才是就是開始全腳掌boost 那我覺得 全腳掌的boost的話 感覺是真的滿不錯的 他其實外觀上也還滿強眼的啦 然後整體的那個反彈我覺得滿剛好 而且重點是QQ的 就是你跑起來感覺會 滿輕盈然後滿有快感 那力量也不會被完全被吸掉嗎 對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可是而且你看我 我跑了這麼多趟 我剛剛滿在意鞋帶的問題 他其實也沒有鬆掉 對啊 像我之前測的那一雙 Harden的那一雙 他的鞋帶其實真的就是滿容易掉 對啊 可是他其實就是加一點水在裡面 可以讓他比較就是堅固 可是就是 我覺得這雙完全沒有滑落感 滿不錯的 還是也滿好的 不過怕滑落還是就是 也可以打兩個節 打兩個節我覺得也不錯 對啊 好 那我們今天的實測就差不多到這邊 好 我的身高187 然後 84公斤 不知道最近有沒有變瘦 所以整體穿起來的感覺就是這樣 我覺得 沒有看起來因為高頭 然後看起來變矮 對不對 沒有啊 沒有啊 滿修長的 嗯 好 那我們 就是今天的這個直播開箱 還有這個球劇的球衣日 這個直播就到這邊結束 好不好 那我們歡迎大家也是之後來跟我們打球 那我們要跟大家說再見囉 掰掰 掰掰 不好意思啊 這個 由於我們一直沒有辦法按到結束直播這個鍵 所以